王柏智 搭配了鐵米、呂正如、阿里斯 還有陳宥偉 來擔任他們的先 根本台灣沒有人能夠守得住 沒錯 外線 FAMI的出手也是已經三分鐵米 FAMI如果能夠 翔軍 這個球給季軍 有一點危險 犯錯 Oh my PLG 所以真的 目前為止現在看起來強深 應該是在今年賽季 其他球隊要最頭痛的一位 好 話不能講太早 因為鐵米金頭 加上我們也提到 這個陣容其實跟去年有著非常大的改變 所以高平等於又重新來過 沒錯 再給鐵米 第一節還有兩季外線 都靠他了 FAMI的運氣都還不錯 今天投籃命中率百分百 對 已經拿十二分了 鐵米 抓一個時間差 鐵米 再給又瑋 空中的拋頭 哇 異高人膽大 五四的失誤來到第十二次 神又瑋的是 數路角三分外線 哇這樣子 而鋼鐵人這邊的換將呢 則是 王綠祥跟藍少甫 Harris 底線的集體出手游 他的中距離 投籃那個 到他了 在上一季的曾祥軍就曾經講過 教練常常給他的任務就是要跑的比 Defens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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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鐵米要到球 我人高手長的CJ在防守他 哇 齁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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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最後他們還是拿下了總冠軍 呂正如 哇 第四節的尾聲又是一個擴大的三合 雖然現在人員完全做了更改 哦 哦 鐵米 球爬進去了 籃板 還剩下最後的七秒鐘 切傳 陳佑偉的三分外線 還剩三秒鐘 還有呂正如 也是接球的可能 球要先發出來 給張柏惟 張柏惟 這起不來 起不來 被包夾了 其中還有一個人是Johnson 沒錯 Johnson這邊的包夾當然也非常的到位 嗯 球沒有辦法給到Harris的手上 我覺得這是在鋼鐵人這邊比較可惜的 因為把他換上來 基本上就是要利用他個人單打的能力 去搶投這一顆三分球 對 勇士隊在主場贏得驚險啊 因為第三節他們其實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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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